十四季WSBL熱烈激戰 國內女藍霸主 國泰人壽 持續發揮強大團隊戰力 即便黃帆山 黃英令 以及陳玉軍 三名亞運國手 西進WCBA 戰績依舊一直獨秀 開季至今未嘗敗機 其實補上來的跟離開的 在這個賽季開打前 我們一直都 因為這些是我們自己的大學隊的球員 其實不會有太多摩托上的問題 跟狀況 球隊自己的訓練都是處於 大學跟甲組合訓的一個狀態 所以一直以來 大學生也很習慣 我在訓練的模式跟比賽的模式 國泰女藍開季至今 還未吞下敗仗 第一年站上WSBL舞台的陳維安 是一大功臣 目前出賽四場比賽 場均可拿下二十一點五分 高局得分排行榜第一名 絲毫沒有新秀深色的模樣 之前大姐比賽 我們都會在場邊看嘛 然後其實我覺得 從之前大三大四的時候 就是一直有在準備 就上來打家族 開季到現在是沒有特別設定自己的分數 要得幾分 只是教練交代我防守的事情 我只要把它做好 因為自己進攻本來就不是很大的問題 只是防守上 我有問題就是都會直接向學姐提出疑問 像宥瑞姐跟浩宇姐 因為他們兩個就是場上最資深嘛 然後不管是我有去親自去問他們還是怎麼樣 他們也會主動告訴我就是該怎麼做 有了超級新秀成為安住政 加上林玉婷 正義秀等好手穩定發揮 本季國泰宇蘭的強大實力 依舊難以撼動 我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 commonまぁ tavalla 好 好